好的 今天來教大家怎麼用Youtube做出像Twitch聊天室那樣子很漂亮的透明內籤聊天室 首先一樣開直播嘛 即時串流 這邊注意一下 不管你是用新的立即直播 像我一樣當個懶人 還是你是用舊版的活動 都是可以使用的 只是你要注意一下右下角這邊 分享 然後直播主可以控制連結到Youtube還是YoutubeGaming 這邊我會的方法只有到YoutubeGaming 所以請你連結到這邊 接下來可以看到你的聊天室 然後請點右下角這邊 彈出是視窗開啟即時留言板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習慣就把它拉來原本的位置 然後放大 那你設定可以跟我用一樣的 然後我們新開一個視窗截取 視窗一樣就是點選剛剛那個YoutubeGoogle Chrome 內部視窗截取游標 然後注意 如果你跟我一樣那個是只顯示9行 然後也是跟我一樣拉到右邊的話 你可以用我的設定 14 417 549 498 這是我剛調整好的 我覺得非常的耐看 然後使用透明色這個也很重要 顏色請選擇黑色 這樣子才會變去背 然後完全的透明化 好 讓我們來看看它的成果 大概就會像這樣子 總共9個 9個觀眾 留的眼 在你的背景 如果跟我一樣就是使用全螢幕在進行遊戲直播的話 直接讓它變透明化是一個很方便的事情 然後如果你的解析度 就是沒有調到像我們這樣子全螢幕的話 聊天室就建議不去背了啦 不過這也是另外一個YoutubeGaming新增的功能 因為它的聊天室變黑色了 就是很好做一個去背的樣子 反正 終於不用再像以前那樣子用Twitch開來聊天室 然後Youtube在那邊 平白無故的給它解一層白色 好 今天教學大概就到這裡 謝謝觀看 拿去打給大家 你們再去看看 我們現在看的 請進行